精心打扮的遊客手舉香檳不停拍照 感受悠閒的法式風情 距離巴黎奧運剩下兩週 奧運開幕主場的賽納河 提前開啟觀光希克模式 除了原有的大型觀光船 不少業者眼光瞄準的 是小型豪華遊艇的戰局 一次最多12人包船 想在哪個景點停靠 多拍幾張照都很彈性 打造更精緻獨特 也更客製化的遊和體驗 這樣的奢華行程 鎖定口袋夠深的金字塔頂端客戶 遊和九十分鐘 要價約新臺幣三萬五千元 另一方面外界關注的 賽納河水質問題 在最後關頭 巴黎市政府終於宣布 過去兩週水質普遍達標 符合國際游泳聯合會 要求的賽事標準 如果老天賞臉 奧運史上首次的水上開幕式 應該能如期舉行 開幕式預計會有萬名選手 搭乘近百艘船 在賽納河上遊行 巴黎警方目前 每日部署三萬警力 開幕式當天更高達四點五萬 要確保奧運期間的維安 萬無一失 三地新聞 柯亞罕報導